在巴黎的時候 我在畢業生我就用自己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我到底要是 我到底請用自己來畫一下 我要不要畫一些小畫 然後可以讓我自己快速輪轉 但有當代音速講的 當代音速主題站出現的時候 我可以迅速換主題 然後馬上切入其中 直到慌了 然後跟著熱點整 可是 就是我覺得我勉強自己活太久了 我在大學的時候是 我自己不喜歡的科系 古蹟修古系 然後我就問我自己 我到底還要再委屈我自己多久 那那個時候我就把心理看我告訴我 我自己不管了 就是做著我自己會覺得任性的事情 但是就是不要後悔就對了 於是我就做下去了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鍛鍊自己 能不能在一個短的時間內 直接說我想成為一個博物館型的畫家 我想博物館型 有點像是馬奈 或者是說碧塔索 那種把它關到一個美術館 三個月他就被你 纏出很多很多大話的那種的 那我自己就不是讓自己變成那樣子的人 所以昨天安卓也誇獎我這一點 但是我跟他說 我覺得我這是 與生俱來特質 然後自助選擇之後 才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個安卓請問剛剛跟我講 他下班爺爺幫你 拍一張做什麼 真的嗎 真的假的 他還沒有跟我講 當然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可以講 既然是三個月可以生一張一張 他說下半年還有我 在這邊還有一檔個展是不是 他說三個月就可以 纏住一檔 還有大家可以這樣講嗎 對 他剛才跟我講 你剛剛才知道啊 沒有啊 害我還竊喜而已 一下子 對 這個 暖心月老師要撤了楊麗爪 沒有 那我不可諱言 我在做這張展的時候 其實我其實都是擠的 因為 很擠 很擠 因為會緊張嗎 不是不是 是 我每天坐在那邊 可是我後面有很多靈感 那他一直在擠壓著我 那 我感覺到身體上的疲累 可是我知道拍很多東西可以繼續噴發出來 而我怕有些東西我現在不噴發出來 時過幾點之後我就不再想去畫它 我 我講的是一個很畫家內在心情的問題 就是說 有時候一些東西在那個當口裡面畫出來 你之後那個點它就會變得有點小小的過時 小小的幼稚 所以 我會覺得如果我 我現在還沒辦法覺得它是愚笨的 那我就要趕快把它畫出來 然而事實上我這次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其實我剛剛來的時候 我想跟他就說 我後續可能還有一些 關於這個這樣的彩蛋 就是原本有想像的那個彩蛋 對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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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後面就在教你把它給結束了 其實 關於這個會差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 我 我 你得講那個就是你畫的 你畫的主題的其實性 那這其實性 當然我可以看到你做的 不過 我看到 你有一組作品 那個叫做 近誰都沒有開火的意義 喔 對 那我們知道上禮拜就是開火 對對對 那可是我 我留意一下你這畫的時間是2022 對 那當然不可能上禮拜法 不可能 所以 所以你是有預言而已嗎 其實沒有啊 因為各位看到這畫裡面 它真的沒有開火 它的軍事武器就是經過了一個 很平凡的平原而已 所以 那時候是真的沒有開火 而且那個時候我也是可以 不會開火 那時候是幾年來去 那個時候是農曆年 農曆年 對對對 那你 你放了一張開火 喔 對 那你放了一張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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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從事看 但是我以為 這故事在講去年 就是說你 然後你在講去年 因為你師傅也做了 去年的時候 叫他說 去年都沒有在火 對對對 而且 因為每年都沒有在火 你特別講 意思好像說 今年就不一樣 那種感覺 對 而且去年那時候剛好過到洞 不過我覺得你稍微暗示就有預言 你只是藝術本來就有預言去 這不是壞事 可能會吸引更多的 沒有我覺得這個 其實像那個亞里斯多德講的 那個是比歷史更真實 就是說歷史的點過去就過去了 比如說像胡江志文這個點 公園的時間點過去了 那就過去了 可是霸王別擊或是霸王衰敗的 失敗的故事 它就會成為一個 這個很典型的故事繼續流傳下去 所以我覺得我這種所謂失敗的意思跟真實 我不可能 真要說預言到不是 我覺得是把握一個本質規律 然後抓到它會不停再發生這樣子 對 這其實你在講 那個就是永恆跟吉隆剛剛講的起始性 因為似乎你有一個migrate 就是對於起始的那個義力 就跑出你腦中 然後現在此刻發生這件事情 把它定個捕捉下去 你覺得它有一個重要性 對 對 那一同時你也意識到那個 就長遠的永恆 那這兩個之間 不完略呢 或是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兩個之前我倒沒有去 很刻意的去想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永恆的點跟當下實事的東西 它是完全兩個不同相度的 比如說永恆的是在顏色在線條在一些很會畫本質上的問題 那麼會過去的它就是當下所契合的實事意義 我其實並沒有想過永恆 我如果這樣是美的話 我倒是有對於永恆的追求 但是每張畫的一體上其實是沒有的 不過我還是非常驚訝你能在三個月內像你說的 畫出這個詞跟尿 然後身上每個主題的轉變那個挑戰差異很大 有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裡發出這個東西 當然有可能是你什麼高分隊是累積下的 也不是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是開採資源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力量放在腦袋裡面 形成像是一個石油庫的話 我覺得開採方式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我之所以可以這麼畫出這麼多種東西 更多的是因為我跟當代圖像的關係其實是很近 而我覺得這個圖像 它賦能了很多畫家 它把很多畫家的那種眼睛拉得更遠 那我覺得我抓到了這個規律 所以我可以隨時提取出來 比如說在衛星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不知道地球在一萬公尺高度上 看起來是長什麼樣子 那現在你手機打開 你就會看到各種衛星圖像 尤其是最近 然後你手機打開 你看到各種炫耀自己那個手機防水功能 在隨一下拍攝的這種 這種 這種影片 而那個東西我覺得 就是我說的靈感大語 所以它基本上是好像是 不是即逝的 唯一需要想的是 它在畫上應該這樣的表現 對 這個我想像你說的 其實你長久以來你自己 一方面預備了自己清楚 你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你對你也許不是問題 我去換個龍 當時 上一檔來 這個開幕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的負面都慢讚嘆了 這方面你會 威格已經槍得出來 太大了 然後一個個載進來 要頂起來 不管在你畫的尺度上 還有你揮動跟槍作上 都一定要到一個精度 對 所以那個entropy檔就排名 那時候你其實 現成的話還是多啊 所以你們擔心 他怎麼會擔心 其實 關於這點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當時邀我腰斬的時候 呃 他是打電話跟我說 楊立民 我現在這邊空間上有兩個時間點 17年的10月11月 因為有一檔展覽是外國畫家 他的卡關進不來 所以遇到一點有其中的麻煩 第二檔是 呃 明年4月 當時還沒有興奮 那這檔事情 當時還是很高的路 然後我每天 就負責打電話給安卓說 你那邊兩米的畫 到底要怎麼樣上去 因為我不知道 有一件不好玩的事情是 當時 在一項翻展的時候 我的畫上不了龍 掉上去 就是掉上去的 我當時反覆打電話給油耀板學人 他跟我說可以 結果發現我可以卡在門下 所以我當時反覆確認這個事情 結果沒想到 後來是水道巨神 就是 他做了一個大空間 而且就在 跟我協調過的幾天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我跟我媽 我爸來看這個空間 我的工作室在宜蘭 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跟我媽說 我們走回家了 把餐廳的定位取消 把明天要看電影要取消 都不重要回家了 然後就迅速 這個我們這個大軍 他就趕快就往宜蘭開 然後回去就趕快開始 開始一天真的睡三小時 對 沒有沒有沒有 一天不會睡三小時 其實是 我只能說 工作時間其實不是長的 可是 我通常是這樣 如果當我畫到 就是懷疑人生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還在那邊塗色的時候 我就會去睡覺 就是我反正這樣講 就我畫畫的時候 一定要是我很激情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激情 那我覺得 如果他變成那種手工 在那邊慢慢活動的話 那我就就不叫繪畫 你叫製作嘛 所以 我就告訴自己 如果當我改成自己 像個勞工的時候 我就要去睡一下 這好巧不巧 每次央睡的時候 都三十年 所以那裡真的很影響 我父母的睡眠名字 我很恭喜你今天推出來這一檔 你在開幕 我想是 已經幫安卓 夏天的所有的藝術家證明 和畫家證明說 你看楊麗 都把我們撐出這個場面來 裡面 絕對夢有書 幫他開張地 我自己覺得 繪畫獨立 因為這是我自己 在推出的運動 我其實某程度上 就想把台灣畫家的 這個 這個摩爾定律 給推出 摩爾定律就是 這種電子業競爭之後 他們會有一個速率 他會進行往前推進 那麼我想把台灣畫壇的 摩爾定律給推出 就是 我們不要每天去打哈哈 去講一些高的學的 就是在製品 產量 稀缺的創意 然後還有那種 給人眼睛的那種震撼 不要再三年四年 慢慢來一檔 或怎麼樣 要有一種藝術家的面紗 在家裡 好像慢慢的去製作一種 慢工出熄火的東西 沒有就是 告訴你現在畫家的世界 未來 在我之後他會變成一樣 他就是會有很高的強度 然而 你們可不可以 因為其實當時就有人跟我說 繪畫獨立之後 可不可以為畫家帶來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 我跟的人說 這在我演講的時候有人問到 我說我這不是公會 我這個不是一個 保證大家都會有工作的一個社會運動 我更多的只是把大家該有的那一個競爭力 再繼續詐取出來 那我只是以我自己為榜一樣 然後同時配合繪畫獨立 因為繪畫獨立是個口號 但是他也會有需要 需要有第一個真正的滑甲出現 那我希望我就是那一個人 聽起來很像是 現在這個莫克蘭有像 對啦 那我覺得沒有要看 要看你的思想模型 你知道直接很多人問我說 欸繪畫獨立是不是一種 副比 是不是好像不到一切那種 藝術時代 繪畫是頭牌的那種狀況 說看你要怎麼想啊 就像有時候我們爭取自主性 別人認為我們在分裂過頭 但對我們來說 我們只是要成為我們自己的人 所以是你們島中現有那種 藝術時代的繪畫 有一種親密關係 不過作為一個結婚人 我很希望看到你們打 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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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要去打嗎 沒有啦 我只剩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千金之驅不死於世 你們就真的臉就是要打就好 可以再問到什麼 我可以晃 那個另外一個是我們帶一下你的養成被子 你知道我是台藝大古籍修復嗎 對沒錯 但我們也沒演 然後後來你在發股比較常識 你講一下你自己的 你覺得你的養成跟這過程對你的影響 其實這個過程 他可以很戲劇性 也被講得很簡單 但是簡單說 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 很無聊的一個狀態 就如同 不知道每個大學生活的過程 都過成怎樣 但是我當時 是剩三個月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再繼續下去 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就 會走向另外一個平靜失控 那我修學 然後修學之後 我去到法國 那麼 怎麼說呢 我當時去法國 其實我剛才是並沒有對於規劃的信仰 我那時候其實只想成為一個 像村上農民一樣的 東亞藝術家 你知道嗎 我就只想說好 那我如果不喜歡在那邊修複製雕木雕的話 那我就是要去當一個 這個 在空間裡面槌掉很多裝飾物 然後 把自己打扮得很奇怪的一個人 我甚至打算去 去歐洲 去刻我複製修複製的這種佛像 雕像 去弄得好像自己很有格雕這樣子 直到後來我到了巴黎 我進到陛下手秘書文 我怎麼承認是一種感造 就是說 我發現 如果會有時光機 我一定會做時光機回去暗殺他 比卡索 比卡索第一啦 犯古第二 因為他把很多 繪畫上的可能性都先玩出來 然後放在那邊告訴你 你繼續走 還可以有東西去挖這樣子 有時候甚至就把他挖掉了 我當時還想說 原來繪畫還有這種可能性 那我想到原來我以前在台灣 為什麼會對繪畫死心 是因為我從來不知道繪畫上限定 做成什麼樣子 繪畫還可以怎麼玩 我們那時候覺得 我在高中的時候 畫得像錢老師的水彩 畫像原來詩老師這樣的葡萄 我就很開心了 我覺得這是繪畫的上限 實際上我學內容還知道 原來繪畫還有這種層面 從那個時候 我開始進到一個感召的狀況 但是 我還不敢跟 這整個藝術界的區列 我還沒有下進的勇氣 直到有一天 有一個環節是 當時怎麼說 當時我發現在學校裡面 原來老師看中的不是我繪畫的能力 而且因為老師 如果他不自己不畫畫 他可以問我一些不外行的問題 而一旦我打不上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 他有權利再次我的分數 但那個時候 我開始覺得 怎麼好像 我剛從台灣逃出來 結果丟在國外遇到有兩個情況 我自己開始意識到 這件事情對來越不對勁 然後那個時候 我當時很多作品 是跟觀念做結合的揮畫 因為那個東西在舞台上 跟老師做Present的時候 是很有說服力的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檔區的時候 我做的是 有些講孤獨 因為我不知道 會畫要怎麼樣 用一種很理智的教條 把一切作品都貫穿 所以我一直嘗試 從感受性的著手 所以我跟老師說 我要做孤獨 結果老師在 那個打分說 我告訴我說 你做的東西 我沒有感受到 我發現 當他沒有感受的時候 尤其是我素主義感受的時候 這個作品講 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後來我做了很多 觀念結合的東西 我跟老師說 我不是在畫畫 我在做一個實驗 我在做一個行為 等等 但我那一看老師覺得 我好會講 我好棒 那我在這個狀況下 我活得很辛苦 後來我告訴自己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這個樣子 也就回答到你剛剛的問題 當我決定不再繼續 活在這個藝術世界的時候 我開始畫出這些大畫的東西 那 因為這樣子的養成 因為那樣子的壓迫 所以反倒讓我可以更自由 因為他讓我發現 原來這些很多的話 都是故意講給你聽 故意去譴視你 甚至講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譴視你 OK 所以在那個狀態下 他打開來 所以導致我還毫無枷鎖 而毫無枷鎖 就是我可以在三個月內畫出這麼多東西的 關鍵詞 所以很大的過程 其實是你自己的思考 跟你自己的某些 某些決定跟進步 所以比如是你自己一個 像是一個 魔術過來的一個路徑 對對對 一個 我們可能就 我們就回到 對你們做的一些方法 在我 我稍微 我就 在資料討看的時候 我整理了一些觀點 我基本上很像 可以用三個方向來 我覺得 你的畫給我引發的思考 這三個我先提的 第一個是 我覺得是你的 比如說品種 地體 傳流 他非常有一點當代感 他有很強烈 那這什麼叫當代感 不很清楚 但是當代感的個性很強 這個等一下我會稍微 好 第二點 我講 後面會再談到 我覺得你的 你的作品種 有一個很強烈 要跟現實對峙的 一個態度 有一種對峙感 那種 好像說 我一個人要跟事件 相對定 但我覺得也很有趣 可以再看 第三個是 我覺得你 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 就脫下你之後 你作品本身有一種 叫做複調 複調的那種 眾生喧嘩 有一種複調的一個個性 那個有點不假的 複調 等一下我再解釋 OK好 有一個什麼 就是有點簡單 有點像台灣原住民 哪一個族 他們幾個人可以同時唱 各唱 哦 深嗎 是不是深了 他也不是深步這樣 他這叫什麼 bred子 他們可以九個聲調 各自出來 完全不違背 他可以構成一個和諧性 就它並不是那西方那個什麼控制的一個合唱 它是一個每個人可以用自己的聲音出來 最後是和諧 OK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我們從那個當代感開始 好我覺得談當代感第一個 其實當代我一定是當代藝術啦 當代講的就是現金的嘛 那麼無論我們在談當代感之前 有第一個問題跨過去就是這是繪畫 所以你在當代感的感受是來自我的繪畫這份 那麼其實我對於當代繪畫的一個怎麼講 的一個輪廓我是有想法的 它其實是有一個主權率的 而這個主權率一旦一合乎 它就會有當代的感受 我現在把畫放在這邊 你們可以去想 透過這個我這個講話去想 所有類型的作品是不是都有當代感 第一它這個當代感其實是來自於 繪畫的第三個歷史人物就是繪畫跟圖像的關係 圖像應該這麼說 繪畫的三個歷史人物 第一是我要怎麼樣把一段文字畫成一張畫 比如說一個聖經故事 在所有人都不認識耶穌 不認識保羅 不認識羅馬中的情況下 看到一行字把它畫成畫 這是我們最早最早最早的 這個繪畫的歷史人物 而歷史人物大家不要想的是那種馬克思 或者黑格斯的那種宿命感覺好像 我們一定有往那邊走 不是 而是說這是全世界都期待的事情 OK第一個是這個寶根字畫成繪畫 第二個階段是 繪畫怎麼解釋自然 在影響派裡面等等等等 就是解釋自然是一種方法 那我自己認為 為什麼我的話看起來 當然是因為在現今 我們在會館以外 還有好多圖像的存在 各位在開手機 你們會看到廣告 什麼每日C 那種大柳丁有沒有 放在那個你的封面上 而且你們是要看一個體育報導 那廣告你還按不掉 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好 然後還有什麼圖像 比如說個成像 我們每次走過SOGO 他那個感受我們體溫的 欸那個都很奇怪喔 那個東西他只是感受體溫 可是他好像講述了體積感 又講述了其他 但這個東西 他並不是來自視覺的感知 可是他因為成像成一個成像 所以始終對視覺有影響 等於說 我們畫家 突然直接面對了好多 視覺方法跑過來的圖像 而 能把這個圖像 放到揮畫裡面的人 多半他的作品 就會讓你感受到這個當代感 好 我這邊有一些 我的角色 我先講一下 我為什麼 我覺得你的東西 有一些當代感 我想 我還是覺得你整個畫 還是要放在一個 整個現代性的一個加入角 你看 它基本上是一個現代 現代性的一個 語音 它是傳下來的 那現代性裡頭 可能它有兩個 就是 就像是所有的 所有這個 讀點的 就是 傳統統的繪畫跟設計一樣 它都要面對這個現代性 就是我們說 機器複製這件事情出現 機器複製造成的 所有設計的衝擊 已經造成的 繪畫面對這個計畫 機器複製這件事情 必須要重新做大 對 那我覺得你 你其實也是在這個整個 整個現代性裡頭 大家都在回應 你在這個 在這個裡頭 那不是說 這個回應就具有當代性 那另外一個是 你從這個現代性頭 拉下來是 我抱歸到情緒運動的精神 就是那個 一個我的意思 那個我就是 我是誰 我要手 對 我這個 你的這個我 這個都是非常強烈的 要聽 對 那個都在你做的裡頭 你的存在這件事情 你沒有消失 雖然你 你沒有出現 可是你在裡頭 你的我 就是楊麗這個 這無所不在 一直在裡邊很強烈的發聲 嗯 那這個是背景 它還是一個 現代性的延續 對 但是你的話 你的話其實就是很快 就吸引到 人的注意 那這個 這個當然就是 它這個你很吸睛的 會把人吸引住 然後它 也 無法一言破解 所以它 它其實是具象 所以它也沒有像 抽象畫 那麼把你都開來 它還是吸引住你的 它又沒有 講得很清楚 它在一種 一種有趣狀態 那我覺得 你頭當主題 你的主題 我們可以看到你 大家會用 比如說 電腦螢幕的這個視覺感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遊戲動漫 這種 這些素材 它所構成的一個 新的現實 它簡直是現實 可能 越來越多人 整個在成長過程中 整個現實的經驗 可能有一半是從螢幕來 對 一半是從非螢幕來 所以 這個螢幕裡頭的現實 它所謂的現實 可能對我們 構成我們理解世界 越來越多 但是你大量的運用 運用這個 這個電腦螢幕的視覺感 那個遊戲 動漫 然後因此 在畫作裡頭 在現實跟那個 想像的那種邊界 產生了一種奇怪的 讓我們在中間移動 因為你的 你還是把自然物 大家的放進去 像這樣 其實那個自然的事情 在你裡頭 一直存在 它被造的 就是非常非常 人造物 人造物 這個就是螢幕 我們都知道 這不是真實的 讓他們兩個 像是共存的現實 這個 這個方式 它 我覺得這個 也是造成你的 那個當代感人 其中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 約束 我可能稍微 因為在 在 在安卓的 他們在 在宣傳的那個 說明 說明的那個 我覺得那兩個 講得起來非常好 我稍微念一下 他們有幾句話 我覺得他們 描述你 其實是描述的 準的 是你自己寫的 一點點 用畫筆 詮釋那些 不屬於現代影像的特質 包括 高清晰影像的細節 飽和色調 但對景造成的 色彩片 這些 實際上 這個是 我覺得是 跟你的當代感人 中間有一些 關係 這個 我 可能先回來 談一下自然 你剛剛講到自然嗎 因為 你雖然大量用 一些人造 遺物 這些 都不曾認識現實的東西 來做話 但是 你的當代感人 都沒有現實 有自然 做背景 你剛剛也提到 自然 其實是從 我們看從最早的 會的話 像 這個戰術 以撒幣為主 或是以聖明明 所以我覺得 背景也是一個自然 但那個自然 其實是有一點架構 那種 離想 離想 然後 可能到 每一次就是 我們今天看被主 轉成 原原從 會主轉成 拼命 那在背景之上 再轉 背景自然轉到 比較真實的 之後 都是被電源的字 那到 再下來 日主題 原路的消息 那種物件 背後還是有在 因為那個自然 因為那個自然 是很有趣的 再一次轉好 我們先回到 就是 你的 你把這些 就是 你 我剛剛在 剛剛後面的時候 上面聊一下 就聊到說 是他做平靈頭 沒有人 這沒有可能 沒有人 都是迷人的 物件或角色 對 那些人 那些東西 讓你感覺他是人的好物事 那些很缺席 可是那些迷人的角色 而且是迷人的角色 包括那些武士 騎士 放出去什麼 玩偶 這些像是 非真實的人 對 那裡頭出現 然後他們的背景 卻是 真實的自如 對 這個 哦 我懂這意思 其實 就是 楊老師想過的就是說 在這裡面人的缺席 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說 我有點覺得 他是用來對照 那個 就是人造物是用來對照自然 就是你把人 人也是一個自然的物 那 哦 哦 我懂意思 等於說 其實 楊老師意思是 在我的畫面裡面 那個人造物其實是帶來看人的一個角色 人的一個味道 然後 對 對 的確是 其實這麼說我這種畫 它有時候有點像寓意畫 就是說 它這裡面什麼都有 但是都沒有講清楚 呃 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當代畫畫當中 要有人 視力有很大的課題 因為 仔細想看 人到底要在當代畫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肖像 我們知道 肖像是抓人 你看肖像畫就是 不看到他的眼睛 看到他的這種 呃 技巧的刻畫 尤其是肖像畫很難畫 不可會耶 肖像畫的確是 很難畫的畫質 呃 呃 那比如說 當代畫的有幾個很有緣 像是劉曉東 他講述的就是 中國社會的一個社會現實 比如說馬里托馬斯 他講的一些社會邊緣現象 包括他去怎麼用去 他的筆去把人 再重新塑造出來 嗯 還有圖伊曼斯 圖伊曼斯 圖伊曼斯 他講的就完全就只是 再畫一張幾張 我再畫一張人的照片 這樣子 呃 對於我來說 我並不想在近日緣防當中 去處理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遼闊的 遙遠的 我在講的是一個 事件尺度的 一個東西的話 那我就不想要 讓人們有 他可以完全攻擊 你的背下 因為事實上 我希望我的展覽 始終帶給各位一種 偉大的 感覺 哈哈 我都會說 但是這個偉大的感覺當中 那個偉大 他或許不是在那種屬於人的 比如說拿破了加冕圖 屬於某種 這個 我們世俗全力的一個東西 喔 那我覺得 只有在這樣子 把人都剃除掉 但是有很多味道 有很多痕跡在裡面的話 他可以把你帶到 把你帶到 更遙遠 更大的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那個偉大 更遙遠 你是 就是你的 你的自然的 存在裡面 對 比如說這個 這個有手 有腳 但其實我那可能更多的是 一致的展現 喔 就是一致的聖靈 對 一致的聖靈 對 一致的聖靈 所以 但是你的靜體跟原體 其實這個對照是非常強烈的 嗯 那個人造跟自然的這個對照 是非常強烈的 而且幾乎是一直存在 雖然你一直轉換 但是 這個自然跟那個人造 那個 去除掉人的一個復健 不管是 嗯 這兩個人的隊長 是相當有趣 那另外你的 你的作品呢 我另外是感覺 就是他其實是有一種 有趣的 他的 他是 沒有失截感 他也沒有 但我覺得他是去記憶 記憶是說沒有記憶嗎 那個記憶就是好像 就有點像你在夢境裡頭 在夢境不能說你有記憶 因為你在夢境裡頭 你是依賴記憶 在現實裡頭會依賴記憶 然後你在夢境裡頭 你沒有記憶的依賴 對 所以那個就是 你會記憶到一個 你沒有reference 你沒有參考 你參考片 的狀態 這個可能不太明確 不過我 另外是 對你的作品 另外有一個個性 我 我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很大的特色 就是 你的作品 我這邊稍微寫下來 為我講一下 所以我覺得 他有一種 健康客觀 理性的一個觀察視角 他看起來就是 他就是 沒有 他好像是一個 我就是等著跟你父母的交流溫 你就非常健康 然後 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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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健康客觀禮性 哈哈哈哈 再下來 然後在空間形式 跟色彩上有一種 平衡 然後整個 其實有一種 傳達是一種很徹底的自由 很敏實的溝通 視覺跟單純的呈現 語言 非常的 新語 充滿炫彩 聲響跟動感 觀者會感到一種 荒喜的歡樂氣氛 然後 以及 不安與迷惑 就是 就是這個整體的 講敘事上 我 我是這樣子 我自己把我的想法 稍微的敘事一下 OK 我們這個 這個人不見得 其實真正要回答 我們再來 我想接下去是 呃 我們接到第二個 我比較感興趣的題目 就是能跟 現實類似的 排骨 哦 整個這個作品 其實是有一種要 好像是一個 就算怎麼衝突 呃 不是衝突 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小孩子 在那邊 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巨人 要跟全世界對抗的 對抗的姿態 嗯 很有趣的 他也沒有什麼畏懼 他就是 我要跟世界對抗 對抗 那這種感覺 那裡面我們看起來 其實可以看到一種 你的畫作人頭 其實會呈現 有一種 表象的敘事 對 你呈背後一個 真正的現實 這兩個 其實是波動 你會構築一個 你呈現的一個 表象的狀態 對 然後 其實你在對畫的是一個 你沒有在畫真正的現實 你在畫的是 你的表象 然後你的表象 是要跟那個真正的現實 產生出一個對峙 OK 所以這個 這個對峙的關係 就好像你的主題 有很多的對決 競賽 戰的 潛意的二人對比關係 這個主題 晚餐時的其中 嗯 我覺得那種 會員對比的人的關係 就 我覺得是一個 相當有趣 好像你的題目 其實叫做 有今日 月發 對 然後我也很喜歡這個 其實這幾個我也喜歡 因為 它就是 今日就是 你被說到 說到正前 這個表演 很無際的 然後一個是時間 是一個空間 所以它其實 拉開了一種 對峙系 嗯 一個瞬間 跟一個 五天五地的關係 一個個體跟一個宇宙 好像個體跟宇宙 之間在尋找一種 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中 似乎長到一個 確定性的關係 就 可以先排一下 你有感覺到 去做妖狐 這樣 其實這就 這個這兩個 都是結合的很巧妙 如果這樣這樣說起來的話 我的作品 假如說 我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這個我老同學會說 雖然長得很健康 我長得很健康 我保持到很健康 但我 其實我做這一個作品 心裡頭是有一種 小小反社會的那種view 什麼意思呢 我這樣說 我會把我自己的創作密板 講給大家聽 因為本來我講完 你會畫不出來 所以我也不怕 好OK 我是怎麼畫畫的 第一個 我會找一根鏡 那個鏡很美 或是說它很規整 好然後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我會這樣畫 然後你這畫在上面破壞它 就是 那種 我不是要把我的畫 講得很像行為藝術一樣 我一定要破壞 但如果說這是我 我創作這一系列的注重 就是我會先畫一個很和諧的東西 然後最後 給出一個很強的力道 把它這個什麼東西給破壞掉 那麼 怎麼說呢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就是我一直以來想做事情 但是我不可能在社會上去做嘛 我不可能說 這個看到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我像一隻眼珠一樣 從去鬼鬼鬼這樣子 我不可能說 就是說看到一個很精美的櫥櫃 我就拿一個槌子往裡面砸 我也不可能說看到很漂亮的女生 我就 嗯 對吧 那真的會 我知道我的意思 OK 所以其實 所以我爹也先剖掉 我其實不一定是大家想到那麼健康的 但是我覺得我健康一點的時候 我把書畫在廢話裡面 所以其實 剛剛去強調的感受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那個人造物 是代表人的痕跡 或是說它代表是我 但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更多的是代表 是我想做的行為 我把它這樣子壓上去 我把它去破壞原先的東西 等等等等 它其實成果往往不會是敘事的 它也不會有時間感 它其實就像是那個東西砸過去的那一刻 的那個年紀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因為我跟 我在法蘭西法國待太久的關係 因為我在法國常常看到那種 漂亮的建築物啊 外面就會有那種人把它噴漆 就是你們覺得很漂亮的東西 在外面噴漆 然後那個什麼 草叢 旁邊就是有人在上廁所 不要懷疑就是 那不是只有某些國家專利 在歐洲大陸 主持人很複雜 所以各種情況都有 然後我覺得是那種 那種破壞感讓我 讓我很爽 但是 那我不能去做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我就會全部交到我的畫面上 另外就是現實是什麼這個事情 因為你的畫作 你可以感覺到你 你在畫的 你畫的都是具象的現實 我都可以辨認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但是它沒有畫得那麼像 就是我整個路 意思是說它不像所謂的 我先畫家會把一個東西畫得非常的要像 你似乎蓄力的沒有人要把它畫到那麼像 那這個理由 當然我自己是覺得 本來 本來 藝術或者是繪畫 它就是要跟現實維持適當的距離 那適當距離 包括說 你有時候就是要透過措置啊 施交放大 思緒故意的 使它跟現實產生出一個距離 這距離就是你 你測量現實的方法 或是用說 一般現實的想法 那 你 你的風格 你從某個程度 你在畫現實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什麼 喔 我在畫現實的時候 我態度是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很單純 它單純到 怎麼說 喔當然 我是藝術家啦 我不知道藝術家有現實的關係是什麼 我只能回答畫家有現實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自從有在線 就是說 有這種 畫一個客觀現實的這種技巧出現之後 呃 繪畫如果真的要畫一個 去在線一個現實的物體 它一定要很好的調動各位的連結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一張 具象繪畫的時候 我們在看什麼 我們在看 喔原來這一筆 比如說 花來全部 它這邊是一條棉埃教練線 可是 到材料層面它可能是一筆 或者是一個簽名書 這樣子跑過去 好看的都不會是因為它跟現實有很大的關係 而好看的是那一個聯想 就是 喔原來這一筆 可以對立到現實的這個東西 那麼你剛剛講到說 我這畫面裡面獨特的方式 那就是我的秘境 當然我聽話說 我跟誰學我 我怎麼操的 我怎麼操我肯尼的 我怎麼操 我怎麼操 我好像感覺你兩個字要說出來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說實在我 我覺得是這樣 我的畫家莫爾定語裡面 我不會再希望畫家去 你想自己說 我有什麼秘技 OK我不能說 我會很大方的跟大家說 我這東西怎麼學的 我這東西怎麼來的 那 當然 這種 這種 其實在這裡面還有一個 對我的大幫助是 我也不可能一樣 我用IP的畫畫 那那個IP的畫畫的時候 它會 它會 讓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 基本 我們如何了解瓦蘭系的過程 在剛開始到歐洲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你不會說NO 因為你是學生 你來了你就該去學 這是正常的態度 所以無論今天這個老禪師是掃地 還是蹲馬公司 你總覺得其背後一定有生意 經過多年的發現之後 我發現其背後沒有生意的時候 OK 這本書 就被拆解出來 就被寫出來 那當然它本身是 中文系的背景 所以他寫這本書 會比較方便 當然為什麼他的身分是 不需要公開的 還有這個是因為 這個文化活動是給全人類的 而這個全人類一定包含著 對岸的中國 而這個東西可能會有些敏感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還要去幫助那邊的畫家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主力是小的 所以不希望直接把這個人的身分這樣爆開來 所以大家知道就好 所以大家知道就好 就可以選擇的書 不要選擇人 因為他有一些敏感的身分在背後 那我們有考量這一點 那麼 這裡面就是在說 我們怎麼樣一副一副去解釋那個 我們沒有說不出來不對勁 為什麼華家活的怪怪的 這個現狀 最後 在有一天我們都討論是不是要去打工 是不是要去乞討 是不是要 要推出工作室的時候 他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做一件大膽的事情 就是把我們所想的事情給寫出來 於是這本書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 我就不小心 我真的是不小心喔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之前因為當代藝術講樣都是不小心的 OK 我就不小心露出了台北 台北 台北降 然後我有這個肌肉回來 然後我就不小心我把這本書給寫出來 然後我就把它出版出來 然後 當然是勇氣先是有的 然後在一步不小心當中 決定把這個東西給 曝光 然後 呃 給全世界開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連串的意外造成的後果 沒有 決心是下的 原因是有的 但是 怎麼樣發生 但是 那真的就是意外 剛剛好 我感覺就是 這本書的出現 還有感覺你在一些對於這個 藝術觀點的看法 你覺得 會畫 跟藝術的關係都很 其實都還換時間 可以激烈 那這個 你這個 就是回到我們剛才稍微提到 就是說 那個決裂這件事情 你有擔心到 你有擔心你會跟這個 藝術界決裂這種事 不瞞各位說 我剛才是很擔心自己被暗殺了 欸 你有沒有想按 那個誰 啊你問我何止是因為 只是因為講了一句 普通不講的東西 不就被槍擊嗎 對吧 所以其實 在藝術界 只要比實大的事情 就會被暗殺人 這很正常 嗯 我說被 被 暗槍中傷 還是真的 暗槍中傷 都還好 因為 因為藝術 因為畫圖這個畫也太銳了 所以 應該沒有人可以破解 這不怕 但最怕就是有人 對你十肉幾公斤 沒有 我覺得怎麼講 當我發現 畫圖 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點像 這個過程有點像 初會的過程 就是 你到底用於一問 你愛的東西嗎 你到底 願不願意告訴這個世界 不是所有人 只要 還好他就一定要當藝術家 就一定要跑到一個 很極簡的空間 我不是說愛床 很極簡的 政府空間 不講政府空間 然後注意喔 北美館 南美館 那西瓜糟 OK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 所以 怎麼說 我原本以為 我是一個 很柔華 很 很失快的人 但我沒想到 我竟然 突然有一天 發現一個理想 然後我變成一個 像是一個傳教師這樣 每天見到人 就說 見到人就談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狀況 這是很意外 這講的轉變很大 那我只能說 如果 這個害怕 跟我熱愛 東西 我只能講 它是一個人 我只想說 我想要活在一個 天才背出 我們每天都在 用婚話決鬥的世界 我也不飄忽在一個 誰當的大師 就有一團 迷幻的這種光環 在旁邊 然後你們 誰也別質疑我 哪怕我畫的畫 你沒有畫的出來 哪怕我 我撥的東西沒有撥的出來 那這種世界的話 我要過在一個真實的 可以對決的 可證穩的 一個世界 確實在看不到 你這個太過了 這 Jerry 那到目前狀況 你有沒有感覺到 那種暗槍的無限嗎 我覺得怎麼說啊 暗槍 暗槍是不會有吧 但是其實更多的是 因為這個獨立本身是在跟大家的習慣 做對抗 你看 就你我剛剛畫中 會人都把自己講成藝術家 也就是說 藝術這個 話語是多麼 深知人性 是多麼好用 欸跟各位講一個很好玩的笑話 我其實跟一個長家在這邊吃飯 然後我在節目介紹的時候 我說 我是畫家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哪一種 是 對 第一種是 能賺錢的還是不能賺錢的 OK 可是我就發現 欸這邊的時候 如果我說我是藝術家 然後我逼準 因為他覺得 藝術家本市場是很正常的啊 啊你就是藝術家 你就應該是浪漫 就應該怎麼樣吧 對 就你 我才能夠理解當時 藝術話語是好用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對抗方面 比較困難的是 因為我們對抗的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日常 會拿來無用的一個東西 嗯 那麼 我覺得這才是 這個世界事實上最大的敵人 還有一件事情是其實 文化獨立我覺得不敢 可是 那個天才背書的時代是大的 文化獨立是一個承認的問題 就是說 OK我們承認這個世界上 有人喜歡的東西 我們承認這個世界上 有人 兩種性別都會喜歡 但我們承認了 你知道他的存在 他的獨特的時候 問題就解決了 可是 在那之後呢 學校 怎麼樣去鼓導 學生這件事情 該怎麼樣被解決 很多具體的門拔 各種文化獨立多題了 他要怎麼樣去解決 各種奇怪獎項的這種 呃 這一種 立向淘汰 要怎麼解決 這些很具體的問題 才是該去努力的 喔 那這些我只能說 我盡量想辦法 滿掉的胃口 我覺得很期待 那希望今天 就連串都說出來就算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那個可能有私人的 什麼行程的時候 我就可以大放學之一 我 你還是每個禮拜放的 不要太快 喔沒有就是因為 畫展獎金說 我就沒有在放 那你怎麼發現 就是 對張光跟我說 這個張光我來做 然後 然後你 你先去賣畫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因為生活要哭嘛 對 對 對 不然呢 敵人到中間 你的太陽庫還沒天賣 好玩的是喔 很多藝術家不是敵人 很多藝術家一聽到 畫那東西他馬上就懂了 但是 有些 畫畫的 他反而是 想自己會成為藝術家 好 這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比如說 很多 我不是說畫水波的都知道 那個藝術是畫水波 他們覺得 我還想他們是藝術家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個是麻煩的 但是我 我只能說在藝術界 不畫畫的人 聽到這件事 竟然都沒有反對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 最訝異的事情 這爺爺真的 這個原本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吧 對啊 幾乎覺得 幾乎覺得 今年年代表選舉 都可以指定 沒指定 很心難 很心難 不是我覺得 第一種我要看政府 原因很遠 因為我問我說 你會換獎項 要不要有 要不要有所謂的政府來參加 我就跟他說 不可以 因為讓印象派落選的人 也是法國政府 最後把印象派放到 奧山美術館的人 也是法國政府 什麼都你說的算 那有這種事情 你要不要博陪 可是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的腦肚 因為他們這些人 站著說到不要狠 拿著迷惑 他不像安卓跟我 拿著真丁擺出來奪過 我覺得只有這個狀況 才叫做勇者 所以有這個獎項 只能是民間的 對 我們是打仗 對啊 我們面臨自私風險 你開什麼玩笑 不過我覺得 你會考慮 那些憲議員的事情 沒有啊 那個太危險了 就是要幹高鐵 不然他就念個幹信心 我們拍有點時間 先轉到現場 因為現場會 所以我們看有沒有人 OK 今天的談話 有沒有想要 提問或是回應的 來吧 用聽各位 當作話下場 請說 等一下說 大概不是我要第一支給他們 你好 想要一次試試看 好好看他們說 就是一些對組的系列 一些什麼系列 對組的系列 因為像 廢話對我來講 很像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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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 對 在這個 對 對 他就是有創作的 他除了我像 我在聽一句音樂 他就好像跟他對話 他就能感受創作 例如說跟這個 他自己在 在想要去看什麼 我們跟他對比 當然也很劇場 對像對比組一樣 因為有一個深深的 他可以化 他在追求 或者我們說音樂 我們這個精彩要不要帶你 帶你大家拿句子 或者文字畫 或者小說 小說中英文也是一種 你會變得像他自己一個 所以小的 對不對 就是帶你自己來講 那些說你 你是不是也好追求一個 譬如說你剛剛說不到的文章 或者 或者一種畫題 想說一個女人 可以和更經驗 或是音樂題材上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 就是這樣講 對決這件事情 對決在繪畫的努力上 它是有對話語競爭 比如說有藝術界的東西 對吧 但是 這裡面講一次 當我在畫畫的時候 是另外一個對決 畫家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者呢 畫家是一個自己規定自己遊戲規則的遊戲者 又在自己規定的遊戲規則裡面 創造出自己的意想不到的 外外的玩遊戲的人 所以我的對決 在繪畫裡面 我跟我自己設置的遊戲規則對決 又有所突破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覺得我贏了 再如同像是那個戰鬥企業上的 那就是一種我覺得我對決你們的東西 那另外一種這種畫對決 它就是畫對決 它只是在拍一張對抗 它可能會藉由使這種題材 釋放我自己內心的某某一個面向 但是 跟我的所謂畫上對決 會不會有一個關係 其實 但是有些時候更多對決 是在別的畫裡 有像那個吉亞殺雞的那一個機器 是在那邊 對決定的畫面 可以拍一張 如果我們會記得